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我們敏滴裏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膚痕癢,皮膚過敏,主副手,對皮膚脫落和氣管過敏都有幫助。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第四節,繼續討論圍村事件,主要討論喜慶事件。 有時過年,過年特別多,每一條村都有,吃盆菜,請一台歌回來,唱歌給父老吃盆菜,這些就是喜慶。 其實是普通的,現在變了… 即是吃盆菜現在… 特色來的。 不是,我覺得不是。 即是年年過年,跳跳出不是了。 反而現在就不可以玩了特色。 是啊…… 因為盆菜變得很普通的,以前聽到有盆菜,哪裡可以吃啊,哪有吃啊, 現在過年到現在 我都不知道吃了多少餐 還有多少餐的根味 我都害怕 這樣就說說了 除了結婚之外 結婚當然是大件事 其實最大件事就是 生了藍丁 點燈 我就不記得他點燈的時間 但一定是過了年的 日子我不知道要擇過日 他們應該有的 尤其是圍村那些傳統 一定搞好日子 和那天連歡會 吃盤菜 一起搞的 譬如你2018年的小孩出來 2019年過了新年 有一個日期 將那年出生的小孩有多少個藍丁 全部都做了一些花燈 做了一整個 花燈很漂亮 很靠小的 原來做一支花燈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多少千元做一支 它只有這麼大 只有這麼大 旁邊有些水 諸如此類的燈 原來它點一支燈 不是 什麼時候點完 對不起 我沒看過 聽說就點三年 一點點三年 一點點三年 然後就燒了它 即是化了它 化了它 一點點三年 然後我不知道它要不需要 有沒有人日日日點著它 這一點我就不知道 聽說就 它可能點了 做完那些儀式 可能放回家 繼續放在那裡 即是可能到第二年又拿出來 放一放 不知道 這件事就說我們準備不足 但我們見到就是這樣 聽說是要放三年 如果你的家族夠大 真的放到你滿了就可以了 這樣就 點燈當然是重要 為什麼呢 現在更加重要 因為一點燈這個就有千分 是啊 有丁權 又有丁權 落寶 落屬譜 陳大文 這個有個丁權 就開始分豬肉有個份 就是有賓州 就是所謂 太公分豬肉 就是所謂 你生女也沒有 丁就是兒子 那它就是 以前分豬肉很重要 現在所謂分豬肉就是分錢 是啊 太公分豬肉 分豬肉 因為以前的人窮 有豬肉分 就 有豬肉吃 以前 現在就 個個有錢 當然是分錢 現在就看到豬肉不減吃 健康一點 是 這樣就 說回一點點 其他人就不認識 近期 也不是近期 因為我住在魚龍村 那裡就認識那些地主 現在當然很有錢 十幾層 大陸那些 魚龍村 就是和你們一樣 水上人 但是 因為大家的歷史背景不同 我們香港就圍村 他就不是 他那一塊地就是他自己的 那是發個豬頭 那魚龍村 認識地主公式很多個 和我都很好的 那 今天做這個節目之前一天 就和他吃飯 和他聊天 他就請我們吃飯 吃完這些 唉 垃圾 白線 竟然不是我咬不開 沒有咬不出奇 我女兒也咬不開 韌的 我都說過 現在那些白線 給你也不好吃 總之 避不開 就硬吃 韌的 韌皮線 我們叫醬皮線 全部人工致養 那 和他聊天 他很多年 年年 他們就 跟我們香港就不同 香港就太公分豬肉 那他們就有一間公司 用公司的名義來分錢給你們 嗯 譬如 譬如魚龍村 有一間魚龍村 什麼什麼公司 這樣 就用這間公司 就分錢給他們 他就年不年分了六萬人民幣 少呢 只是分很多人的 不是樓 那條村 那條村很多人 對 那他們不是一個姓 跟你們一樣 如果那些村 地多人少 就厲害了 就分得多了 他們的地 魚龍村的地不是很大 有些年年分幾十萬 那他 有些東西租出去 租一些什麼 阿公那些地方租出去 或者阿公那些地方 建了一些東西 建了一些東西 有些什麼娛樂設施 所謂娛樂設施 那些什麼匯所 洗澡砸骨 那些就收租 收租 收了這些的 儲了一年 除了開支 即是請保安 請靜 譬如我有停車場 收了停車場費 除了什麼 所有的開支 收租的租回來 然後這樣分 嗯 這樣就每年都分六萬 現在聽 有時跟朋友聽他們說 他們都是七百七九年 八零年偷渡下來的那些人 聽他們說 因為他們那時候會想 賺到錢 在上面買 建一棟 一棟 一棟 一棟沒什麼用 又買地 又建樓 那些 嘩 聽他們說 我們真是羨慕到不堪 你不用了 早二十幾年而已 有個女人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這裏說過 不記得 聽過 有些沒聽過 再說 早二十幾年 那個女人說 我一個月收租 都收五萬多元人民幣 你叫我做什麼 不是 他說你叫我的兒子做什麼 沒有就放大手掌 這個股仔 我昨晚跟他聊天 他有個兒子兩個女兒 那個女兒 有一個在香港 全部香港身份證 先說明 他們是雙重的 有大陸身份證 有香港身份證 那你在香港有身份證 不是上面那個身份證 CUT 沒有 都有的 有 好像澳門和香港那樣 香港派錢又拿到澳門派錢 沒錯 這樣就好 他不是 他在香港四千元不拿 他就免得被人刺 不拿 那就先不要說這些 那說他怎樣呢 他有個女兒 他有個女兒在香港教幼稚園 有個在香港都做幾高職的 但全部都沒有結婚 他都六合二歲 他兒子就在圖書館 大陸的圖書館裏面做 他村子的公司 在漁龍村上班 只要幾千元 我老婆說 為什麼你這麼有錢 你不讓他做些事 讓他搞些事 我在旁邊說 你給他搞什麼 搞來做什麼 他老爸 他一出生那天已經有錢 我這麼勤力 這麼拼命 是為了錢 例如我那個人 喜歡很榮淡 好像他的兒子 又沒有女朋友 又不吃煙 又沒有要求 沒有要求 喂 我每天輕輕鬆鬆 有一天 你叫我去 好像我這樣 到今時今日 還要維生活 就沒得說 如果我跟你在大陸 有田有地收租 我跟你現在可能在魚塘 游山換水 你也要叫他有動力 沒錯 就是動力 你又要養兒子 又沒有奶粉 又沒有動力 肯定 你好像現在 你就算不要說他們 你就算現在 新田 元朗 譬如平山 那些大家族 那些 他分這麼多錢 一年分多少錢 到時都說 原來我自己有多少間屋 可以租出去收租 那你要我動力 去令我 去努力做事 根本上我每天睡醒 很煩惱 就是今天我搞什麼 是這樣解釋的 是不是 一些好像你那樣 餵口奔馳 他們那些 什麼都不用餵 好像 剛才你說那些圍村那些 亨槍澤三十年前那條片 現在還在網上 是啊 亨槍澤那條片 就是訪問那些圍頭人 那條圍頭仔 說話真是串到不得了 那別人說 不要說串 這是事實 是事實 不過他不懂得去調 不過現在你入圍村 訪問那些圍村人 因為現在 全部都是大滑山 有文化 說話不會 那條人就說話了 我們洗條冷 用什麼冷靜住 不用住 零零奉請 阿公有請 奉醒有請 做什麼 做什麼 洗條冷靜住 早上喝完茶 下午打麻雀 用什麼住 晚上給他喝酒 晚上給他喝酒 大金臉 好像我 認識有個姓文 有錢 有錢 年輕人 現在姓文 去打一份工 見到佛工 我們上班 拿一部鞭炮 去上班 老闆都拿個三四手 封賢仔 一見到搞什麼 大佬 香港 香港 你老友 不是 認識 我以為你老友 那你就拗了頭 講小小 我們真的和你打一份工 我拿一部鞭炮 來上班 我又不是讀書多 誰知道老闆看到我拿一部鞭炮 你到底我是你老闆 還是你老闆 三 三句 不是說一句 買齊你公司 這麼多話 你都不知道怎樣 你叫這些人怎樣去打工 怎樣去打工 那 講一講一講 又怕 離得太遠 我們講的有一點風俗性 這集大佩寫 標題寫死 我們講了這麼多集 就沒有講到圍村的黑汽頭 食山頭 食山頭 食山頭做什麼 春秋二祭 就是清明從陽 去拜祖先上山 有一件事 時間不多 今天講些少 有一件事 我都見過一次 我沒見過 我聽我朋友說 經常說 我吃山頭 那隻山豬 山豬的意思 不是會走的豬 是一隻未熟的豬 熟了的 很多隻 不是一隻 另外再買其他豬肉 因為一隻豬又不夠吃 那隻豬是拜山頭的時候 吃山頭的時候 就不吃那隻豬 那隻就搬走 很隆重的 那隻就搬走 其他的豬肉 就斬好後 就上山 在山上開鍋煮給你 他煮出來的樣子 就像圍盤一樣 但是他就小盤一點 他沒有其他東西 應該只是豬肉 有 蘿蔔 腐竹 我看好像沒有 有 有 一定是正實 有一點 有一點貝菜 沒有那些手鏈魚蛋 可能沒有冬菇 沒有豬皮 沒有豬皮 沒有魷魚 那些 魷魚油 這樣才是香 門線 那些就沒有 我看它好像是炆豬肉 炆豬肉 那些客家人 只是炆豬肉 那些那隻 因為現在都很少這樣做 因為很大陣仗 鑊也要搬幾個大鑊上去 還有你上面那個山頭 要有這麼大的地 給你們煮 還要找人搭東西上去 搭完之後 吃完之後抬回走 嘩最慘的是大生豬 你製完祖先之後 抬回下去 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 應該是當日的 豬不買得來 就好像不知製白虎 還是製什麼 可能也是分豬肉 如果多應該是 應該不是分 吃光 吃光 那些人呢 就跟著他在山頭 吃山頭 然後就在山上吃 所以有時候就很淒涼 因為我見過一次就是這樣 他吃山頭 這裡就很隆重 有那些這樣的 就是在這條位置最得功望重的 那些穿了唐裝 那些老人家 戴了鑊帽 那時候還有戴鑊帽 現在沒有 沒有啦 那些死了九年 戴了鑊帽 去到櫃裝香 他拜完之後 跟著後面一班 一防防人這樣拜 那些是 應該有藍毛鑊跟上去的 可能 那是沒有 不過下次 下次問問我的老友 才行 他其實呢 他 你說如果你一般 鑊帽 說很隆重 點燈好喜慶都好 其實那個隆重程度 我覺得 就不夠吃散頭 因為你不單是大陣仗 你還是很辛苦 整條位的那些藍丁 去了 拜祖先 不是池塘喔 不是山頭喔 你現在是一個大家族 他不知道是哪裡來的 大哥 幸好有車到 不幸運就走 那你說 他整個過程的隆重法 是比你駕駛更加厲害的 今集 雖然我們講東講西 講一下圍村舊市 都很容易做 那又完了 多謝各位 拜拜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好